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镜头对着潘岳云就一阵猛拍 一边拍 一边嘴里喊着一些乌言慧语 而潘岳云的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在他发专辑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他酷爱蜡烛是追求浪漫 但潘岳云本人却说 我是真的很怕黑 潘岳云的内心一直很孤寂 他每次经过巷子看到流浪猫蜷缩在墙角里 他就会由心地感觉他们很可怜 他好像在这些流浪在外的动物身上看到了他自己 所以才会由此感触 不过幸运的是他还有一个好友陪着他 潘岳云和台兆梅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 俩人都来自高雄市 潘岳云最难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在潘岳云身边陪伴着他 后来台兆梅发行了唱片 成为了一名家喻户晓的校园民谣歌手 也不忘帮助潘岳云成就一番事业 1980年 潘岳云正式出道 同年就参与发行了滚石唱片的创业之作《三人展》 他凭借一首《我的思念》宛如一匹黑马似的在乐坛瞬间崛起 在之后的日子里 潘岳云仿佛找到了生活的依托 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唱歌上 从23岁到32岁 这整整十年的时间里 潘岳云唱过无数的情歌 创造了无数的经典曲目 像《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野百合也有春天 至今仍然是大热歌曲 而他在1985年与齐玉一起合作发表的《三毛个人传记》是作品专辑 《三毛》作品第15号《回声》也引起了一致好评 这也是滚石唱片公司的第一章 同时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章雷射CD唱片 三毛也评价说 其遇的声音就好像是仙子一般动人心魄 潘岳云则更像是女妖催魂夺命 三毛更是称潘岳云为埃及艳后 可这些胜利的果实只有他一个人品尝 有的时候他独自站在舞台中央 灯光一照就感觉全天下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 生活虽然充实 内心仍旧孤寂 而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黄光泉 他以为这是自己人生的一道光 却不知道恰恰是这个人将他拖进了无尽的黑暗 1997年 潘岳云在淡水开了一家餐厅 某一天 黄光泉莫名地闯进了这家店 一开始潘岳云以为是注定的缘分 毕竟卡萨布兰卡里就是这样讲述的 世界上有那么多城镇 城镇里又有那么多酒馆 偏偏你来到了这里 黄光泉说自己是画家 而他也确实会画 于是潘岳云以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知己 两个人都是搞艺术的 算是同道中人 自然而然的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 艺术家的恋爱总是充满了诗意 两个人同居的生活里 潘岳云在房间里练着歌 黄光泉则在屋外做着画 有时候画着美丽的风景 有时候画着匆匆的行人 还有一回 黄光泉将两个人相遇的场景画了出来 这也让潘岳云备受感动 毕竟在他看来 诗意很重要 不得不说 黄光泉还是撩女的一把好手 简简单的一个举动 就让人不能自已 两个正直荷尔蒙旺盛的青年 男女长期住在一起 总会做一些爱做的事情 当然了 也会造出一些新的生命 两年之后 潘岳云怀孕了 也许是因为孩子 也许是因为感情到位 两人自然而然地步入了婚姻 而那一年 潘岳云已经42岁了 婚后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也许是因为黄光泉的收入并不稳定 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 都来自潘岳云 让黄光泉自尊受损 也许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 黄光泉开始酗酒 一言不合就发火 动手 而在潘岳云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黄光泉又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刚刚从外面回来 就跑去拿了一把菜刀 在潘岳云的面前一直会来挥去 一边挥动着那把刀 一边还用言语恐吓着潘岳云 让其乖乖听话 潘岳云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 直接吓得不敢大声说话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让潘岳云对于这段婚姻更加失望 可他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选择一忍再忍 可他没有想到 这只是开始 有一天晚上 家里的灯泡突然坏了 潘岳云就想让黄光泉 去帮忙换一下灯泡 但黄光泉却拒不同意 在潘岳云劝说再三之后 人家倒是同意了 却提了一个要求 你把家里的电闸都关了 我就去换 潘岳云本就十分怕黑 哪里肯呢 直接说了一句 不用那么麻烦 只要这个灯的开关没有开 就不会有事 40多岁才结婚的潘岳云 满心欢喜地以为 自己找到了后半生的依靠 却没有想到 无论是婚前婚后 都是他独自面对一切 并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潘岳云呢 下定决心 想要放弃这段感情 2000年 潘岳云刚刚生完孩子没多久 就选择和黄光泉协议离婚 毕竟相爱一场 也不想太过难堪 可谁知 黄光泉死活不同意 咱也不知道 他是当惯了小白脸 还是怕离婚后 没有收入来源 还是因为他对潘岳云 情根深肿 一直拖着不肯离 人家不答应 潘岳云也无可奈何 只能凑合过 可随着孩子的长大 黄光泉更加的变本加厉 在家啥都不做 也不出去挣钱 家里操心的是潘岳云 外面打工忙生气的 还是潘岳云 再加上 黄光泉时不时的 还会借酒装疯 对他家暴 这样的日子 实在是太过难熬 在这期间 潘岳云也多次提出离婚 却都被拒绝 直到2008年 潘岳云好像一下子 想开了一样 决定与黄光泉分居 带着女儿搬出去住 可他怎么样 都没有想到 黄光泉呢 就像一个狗皮膏药一样 死死地贴着他 撕都撕不掉 他先后搬了三次家 却都被黄光泉找了过来 还对其大打出手 在他第四次搬家的时候 学惊了 加强了一些防护 他满心欢喜地以为 这样就可以拒绝骚扰 却没想到 他开心得太早 在那之后 黄光泉就一直在筹划着 想要毁掉潘岳云 黄光泉在两人分居之后 就专门请人调查妻子 在得知潘岳云有了新男友之后 就感觉东风来了 于是 就在2008年8月26号凌晨 带着辖区的警方跑去桌间 这件事情被曝光之后 黄光泉却一口咬定 是潘岳云的错 是他出轨 潘岳云却自始至终 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可黄光泉却恨到了极致 他开始登上各大节目 诉说着潘岳云的无情 还说他不养女儿 刹那间留言四起 这也影响了潘岳云的事业 导致刚刚宣布发行的专辑 也被搁置 这还不算完 几个月之后 黄光泉更是将潘岳云 告上了法庭 索赔精神抚慰金 800万台币 两人于世2010年正式离婚 女儿归潘岳云抚养 黄光泉则享有探视权 和一笔巨额的赔偿金